遇见小丑表演 一定要记得鼓掌 不然就被蒙在红布下面 瞬间人间蒸发 害怕的赶紧点赞关注 街上出现个诡异小丑 他走到男人面前 礼貌的伸居一躬 然后从男人耳后 抓出一块软糖 男人并没有鼓掌 小丑尖撞给男人让路 让他拿糖走人 让耳沉好并没有动 还想让小丑再表演一个 接着小丑掏出一把扑克 伸到男人面前 让他随便抽一张 男人拿到红桃A 小丑重新洗牌 让男人把扑克放在最上面 小丑又洗一遍牌 是一男人抽最上面的 不出所料 果然是红桃A 小丑十分开心 做出羡慕的动作 再次让陈豪鼓掌 然而男人只觉得是小把戏 问他还有没有 没想到这彻底激怒了小丑 他拦住男人 哭吃掏出一把剑刀 陈豪吓坏了 小丑却堆准自己的手臂 夸夸地拿个口子 随后把红桃A沾埋草莓酱 插进那副牌里 接着发生诡异的一幕 带血的牌竟然出现在口袋里 这好像的尿不湿豆湿了 小丑等待着鼓掌 下一秒 更诡异的是 鞋带莫名被绑在一起 他想解开逃跑 这时小丑做出奇怪动作 突然一辆汽车重来 把男人创倒在地 而招四司机一动五动 十天后男人站起身 却发现小丑消失不见 正好撒腿就跑 而小丑早已躲在暗处 手里还晃动着手铐 等男人走来 小丑翻无管棍 把男人撂倒在地 这时他发现 竟然莫名戴上了手铐 小丑让他安静下来 随后拿出金色眼面具 扣在男人脸上 可怕的是他发不出任何声音 更可怕的是 小丑拿出桌布 竟然把男人变没了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随后他又寻找下个幸运者 他拦住两个小伙 用同样的方法 给他们编出一块糖果 两人十分礼貌 开始热烈鼓掌 小丑也没有为难俩人 若无其事地离开了 其实小丑只希望 得到别人的夸赞 那么问题来了 看到小丑表演 你还敢不鼓掌吗 感谢观众蛋蛋 下期更精彩 男人每隔三分钟就自杀一次 如果男人不死 儿子就会被怪物吃掉 于是又买来纯铁的钢具 想割掉自己的脑袋 男人淡定地坐下来 回头确定下位置 这样正好能割端脖子 他双脚轻轻用力 一字瞬间倾斜 马上就要碰到电锯时 男人突然怂了 可想到可怜的儿子 陈好决然地又躺了下去 乱二吓一鸟 男人重重地倒在地上 突然进来个小孩 男人想要阻止他进来 可结果电锯嗖地飞向他 小孩瞬间被拼生两半 此时陈好非常后悔 当初不应该穿上小丑服 他想摘掉假发 可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也没抓下来一根 就好像长在脑袋上一样 随后又想拽掉红头鼻子 可诡异的是 那鼻子仿佛长进了肉里 疼得他嗷嗷直叫 都快拽出血来 还是没有任何作用 记得男人呼吸困难 想把衣服死掉 可是他越用力 衣服反而包裹得越紧 男人吓坏了 他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他看到一把砍刀 想要他划开衣服 虽然小心地把刀塞进袖子里 可衣服没咋地 手腕却被划伤 只好引着剧痛 用厕纸把伤口包扎好 让他逼不死心 找了一把不要钱的电锯 先是把衣领扯个缝隙 然后把电锯慢慢放了进去 男人吓得不敢动弹 还怕自己把自己送走 但一年后他还是启动开关 把电锯都干断了 衣服连个口都没破 正好又找到媳妇帮忙 只见女人死死夹住红头鼻子 狠狠摁住丈夫 红鼻头刚掉在地上 就被家里的啊哈吃了 男人的鼻子也少了一块 然而可怕的是 妻子发现 男人的假发已经长进皮肤里 更可怕的是 他看见自己的亲儿子 竟然觉得饥饿难耐 开车时突然吐出五颜六色的液体 很快手指也发生免疫 拇指在疯狂生长 脚趾瞬间撑泡皮鞋 男人被吓坏了 开始横冲直创 下一秒直接出了车祸 结婚十年的情侣度蜜月 女人巴基就给男人扣顶绿帽子 男人不愿意给甩掉了 哎 九块九娶的媳妇不见了 懵逼的男人有点懵圈 这时沙子里有东西在咬他 他不断地扭动身体 吃痛的男人嗷嗷直叫 结果搜了一下就没了 与此同时 小伙的摩托打不着火 他膀胱一扫 突然冒出一条鲨鱼 把他一口吞了 等队友赶来时 只剩下有点闲的头盔 男人试图把旗子拔出来 一条鱼鳍竟朝他游来 男人吓得发动电摩托 嗖嗖嗖地就往前跑 鱼鳍却紧追不舍 幸运的是车子发生故障 男人只能爬着逃命 鲨鱼见状 哭吃一口就给他造了 仅用一天 伯伯勒就火速赶到现场 只发现地上的血迹和头盔 正当两人毫无头绪时 一个小伙正在海上冲浪 可结果 女友赶紧向伯伯勒求助 等他们跑到岸边 男友连个渣渣都不剩 警长根本不信是鲨鱼所为 吓一秒 这一幕差尿把警长吓尿了 村民建议关闭沙滩 可现在是旅游旺季 关闭一天就要损失100的巨款 市长向村民承诺 一天内一定干掉鲨鱼 很快啵啵勒找到植物专家 他们从受害者的身上 发现了一块远古巨鲨的牙齿 从牙齿的长度 猜测是个鲨鱼宝宝 如果是成年鲨鱼 牙齿会有一米来长 来到现场 经过专家的仔细测量 发现这头鲨鱼的牙齿很小 并且已经死了很久 并不是远古巨鲨 晚上鲨鱼咬断了电缆 整个村庄陷入黑暗 而专家还在采集样本 果然不知鲨鱼游了过来 沙子里出现了鲨鱼 女人瞎得愣在了原地 岸边的啵啵勒发现不对劲 小心地走进沙滩 女人说不要乱动 鲨鱼正在附近游道 此时鲨鱼冲向警长 女人拿出来一次 鼓鼓鼓就是两下 他们趁机跑到了马路上 这才躲过了攻击 市长意识到沙滩的危险 决定明天就关闭 可没等他说完 就被鲨鱼一口给噪了 还没吃饱的鲨鱼 看见了远处的大爷 人们大喊着让他赶紧跑 用子弹试图阻止鲨鱼 而大爷戴着耳机 沉浸在淡淡的音乐中 就在他要接上电源时 大鲨鱼突然窜了出来 结果扎成了紫然味烤鱼 第二天市长家的傻儿子 还在沙滩上举行了音乐会 就在大家胡乱摇摆时 鲨鱼哭吃一口就造了一个美女 人们撒下腿就跑 这时出现大量鲨鱼 疯狂捕食人类 波波勒拉着男人 让他赶紧离开这里 他居然还把酒瓶让给鲨鱼 而鲨鱼越来越多 波波勒为了保护男人 用手枪向鲨鱼射击 可就在逃跑中 波波勒幸运地成了鲨鱼的合法 紧接着鲨鱼群游向岸边 下一秒 很快警长来到现场 他拿着喇叭大喊 让群众赶紧撤离这里 可瞧瞎的两个熊孩子 还以为是在开玩笑 结果BBQ了 鲨鱼太恐怖了 随后请来了捕鲨专家 据说他只用一只A4 就能干掉88.8头鲨鱼的猛男 第二天 他们撒上血液 给鲨鱼放上音乐 布下天罗地网 你觉得能成功吗 鲨子里都是鲨鱼 他们在音响周围跳舞 这时唱片突然停住了 鲨鱼钻进沙子里 陈浩靠着神仙走位 爬到了音响上 经过认真的检查 发现电路被鲨鱼咬断了 没有办法 他唱起了爱我一万年 纵身跳了下去 把自己当成幽耳吸引鲨鱼 只见鲨鱼齐刷刷地扑向陈浩 作死的男人竟躺在地上 开始了鲨勇 下一秒 专家看准时机拿出喷火枪 对着盗满汽油的地面猛刺 经过一天三夜 终于鲨鱼葬身在火海中 变成了香喷喷的烤鱼 可还没来得及庆祝 一条巨大的鱼器出现 此时专家梦了圈 呆呆地愣在了原地 结果专家开心地领了河饭 他们吓得躲进屋里拿起武器 鲨鱼搜的一下就冲了出来 子弹也失去原有的威力 打在身上就像挠痒痒 警长趁机爬出了窗户 危急时刻 女人把煤气罐扔进鲨鱼嘴里 随后也从窗户挑了下来 伴随一声剧烈的爆炸 鲨鱼炸成了烤鱼丸 另一边 女孩听到外面有奇怪的声音 她推开门 我的老天鹅呀 影片到此结束 如果你遇到 沙子里会游泳的鲨鱼会怎么办呢